我们怀疑妙华仙帝的陨落 也和这个神秘势力有关 什么 如果是真 那他们现在已经来到天云大陆界外 恐怕是早已知道 张小友你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了 一铃 你和老宋去准备 现在天云大陆还没做好准备 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搞到这就去安排备战 他们肯定不会只为了小友你 而来到天云大陆 都是准备战斗 西文 麻烦你和云霓仙界联系了 我会告知师们 这不仅仅是你们天云大陆 一个世界的事情 这些邪魔该宰 师父 那边有堆邪魔 这些邪魔都该被消灭 狐空岛 我闻到实物的美妙气味了 快通知领主他们 有食物上门了 谢 其他邪魔注意到这边了 看了来的不少 回复空岛上 帮助上仙操控复空岛 抱歉 上仙 我刚刚过于冲动了 没事 身为一个天云大陆的修士 看到自己同胞 被邪魔如此欺辱尸体 谁都会忍不住 看来他们是在等我吗 这是在把我当语调 他们没有办法对付 灵霄先帝留下的大阵 所以只能引我们出来 但你正好也有这个意思 不想让刚刚恢复 开始发展的天云大陆受到损伤 还把我到处来冒险 我相信就算和你说了 你也会帮我 那是当然 你那也是不远万里去救我 我自然也是如此 圆灵 老宋 老黄 你们和其他人一起操控复空岛 全力进攻那些邪魔 是 定连 你和山康 暗夜妖王一起 接着复空岛掩护游击 不要让他们影响园灵他们 好的主人 那师父你和元姐姐呢 一群不敢直接出现 只会在仙界暗处捣乱的老鼠 我要把他们抓出来 我倒要看看 这邪魔 有谁能挡住 小的吧 攻上这座浮空岛 都给我上 攻下浮空岛 我要肯食这个世界的生灵 你们自己小心谨慎 碧莲 你们一旦觉得力不从心 立即撤回浮空岛监视 好 秦恩 让我们去会会那群老使 让我尝尝 这个世界仙人的滋味有什么不少 那个小姐 你在惹得我喜欢 这不可能 九一妖魔 弃犯我三十三天联盟星域 你们暗罪该终 不愧是元仙子和张公子 果然才华傲人 为人自信张扬 幻灵魔君 你们还真是狼才女貌 不过可惜了 这一次 将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亲自来送你们一程 拜托十位大公了 上面的命令 让大公们好好招待这两位对方 幻灵魔君既然来了 又何必急着离开 你想到张公子实力提升如此多 竟然能破了我的盾法 上一次在血缘战场 让你从我手下逃走 这次可不会了 正好 看来幻灵魔君和那个神秘事例有关 抓住 可以询问一下什么 神秘的小家伙 你的盾手是我们 哼 幻灵魔君 你去带着其他人速速激动浮空脑 顺势攻拿天云大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